大家好,我是王安琪 今天要用龟甲腕料亭和鹿的煎鱼风味 来为大家示范一道紫苏叶牛肉炊饭 这是一道非常容易制作的一锅料理 我们利用和鹿的鲜味来和牛肉做个搭配 让整道炊饭在口味上更加的丰富有层次 先来介绍今天我们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白米、牛肉、紫苏叶、红萝卜、香菜、七味粉、芝麻粒 以及龟甲腕料亭和鹿的煎鱼风味 它本身就已经融合了柴鱼、小鱼干和贝类的精华 因此调配成高汤以后非常适合制作今天的炊饭 同时也很适合当作关东煮的高汤底 接着我们来准备炊饭所需要使用的高汤 那我的做法呢就是准备270cc的水 然后加上30cc的和鹿 就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完成了我们有煎鱼风味的高汤 我们先用一小匙的和鹿来腌一下牛肉 让它静置个5到10分钟 让它更有风味 等待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把食材准备一下 首先呢像这样子卷起来 然后呢把它切成细丝 接着来切香菜 来切红萝卜 现在米已经洗干净放到内锅里面了 我要来加牛肉 接着放入我们的紫醋叶 还有我们的红萝卜丝 把材料呢铺散开来以后呢 倒入我们的煎鱼和鹿来调配的高汤 接着把它放入电子锅 按下吹饭键 等待它完成就可以咯 现在紫苏叶牛肉吹饭已经做好了 我要把它拿出来 拌入其他的材料 首先呢是香菜 西味粉 芝麻 接着我们拿饭池来把材料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把做好的紫苏叶牛肉吹饭呢 直接盛到碗里面来 最后点缀上我们的香菜 就完成了今天这一道紫苏叶牛肉吹饭 这就是我今天运用了 灰甲碗料亭和鹿煎鱼风味来制作完成的紫苏叶牛肉吹饭 今天呢我不只用了和鹿来腌牛肉 还制作了吹饭的高汤 料亭和鹿是万用的调味料 也是新手料理的好帮手 今天我们的吹饭呢 融合了和鹿的煎鱼风味以及牛肉的营养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建议大家在家里不妨试做看看哦